电影《大荧幕》里的友情出演专业户张一山 也来为电影《那些女人》客串了一把 不知道说了许久要进军大荧幕的她 什么时候能够迎来一部主演的电影作品呢 东方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一山 这一次张一山友情出演的电影 《那些女人》降述了二战期间 发生在长江边上 一座悲情城市里的七晚美丽的女人故事 除了张一山 这部电影还集结了佟大维 王千元 胡可 马依丽 周东宇 姚晨等演员 可以说是实力派云集毫不热闹 我觉得我的餐演能够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能够让更多年轻人了解那段历史 此次电影首映里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 又恰巧碰上开学季 眼看着青涩的学弟学妹们 穿梭在校园各个角落 也让毕业四年的张一山感触良多 我刚开学的时候是八年前 那个时候有无限的憧憬 很激动 然后能够遇见很多很多的好朋友 然后也不知道表演该怎么学 然后集体生活怎么过 虽然张一山考入北京电视已经凭借加油儿女 闯出了一番名堂 算得上家喻户晓 读书的间隙他也没有停下拍戏的脚步 但谈及大学生活 张一山也跟普通大学生一般 最想念的依旧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 最怀念的篮球场 打篮球 洗澡 又说一遍 我觉得那才是青春 然后跟不同专业的学生在一起 一边聊天 一边搓走 那种感觉特别的好 而北电带给张一山的不只是多彩青春 实力演技一群老友 还有从艺先从得的教会 我们北京电视学院的校园就是 尊师重道 心火相传 我们见到老师都要绕着走的 低着头 让老师先过 然后老师走掉以后我们再走 而到电视学院要先学做人 再学演戏 如今毕业四年有余 张一山演乔这青春伴的学弟们 涌入荧幕 也颇有些感触 实力师妹们都是2000后 都是99年2000年的 就是觉得 我觉得特别好 就是总有那个长大的那一天 也总有老的那一天 也总有不行的那一天 不行了 干不了了就不干了呗 尤其演戏这个事就是这样的 缘分很重要 机遇也很重要 首先张一山依旧是那个想好好演戏 对观众负责的演员 细约不断的她 仍然在不断审视自己的戏录和作品 也不断在给自己提出新的挑战 其实作为一个演员来讲 我认为演一个很普通的百姓 很普通的一个接地气的人物 没有那么多职业特征性格特征的人物 其实更难演 不过在挑战中 张一山也有不愿触碰的东西 那就是杨子周冬雨这两位姑奶奶 虽说她和两人各有合作 也擦出了白种火花 就在这部 那些女人里虽然对手戏不多 但也算张一山周冬雨的二次合作了 但要让她应广大群众的呼声 同时和周扬二人合作 就实在是难为张一山了 大家都觉得我跟周冬雨在一块是挺逗的 然后跟杨子在一块是挺逗的 如果我们三人在一起演一个戏 那一定挺奇怪的 挺荒诞的 对 估计就剩他们俩欺负我了 文新天地北京独家采访报道